1941年5月27日 德国战略舰比斯麦号在一场激烈交火中沉没 其2200名船员中只有118人幸存 但当一艘英国驱逐舰来接收俘虏时 他们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幸存者 一只黑白花猫 它仅仅抓着一块漂浮的木板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这只猫捕食老鼠并鼓舞了英国人的士气 直到突然袭来的鱼雷击碎了船体并沉没了船 然而神奇的是猫依然没事 它的绰号是布城的山姆 它和获救的船员一起来到直布罗陀 并在另外三艘船上担任船猫 这当中的一艘也沉没了 随后它在贝尔法斯特水手之家退休 许多人可能不认为猫是能干的水手或任何合作伙伴 但猫已经与人类一起工作了数千年 就像我们帮助它们一样 它们时常帮助我们 那么这些孤僻的生物 是如何从野生捕食者变成海军军官 乃至沙发伴侣的呢 现代家猫的驯化 可以追溯到一万多年前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新月卧地 但是人们正在学习使大自然沉浮于我们的意志 生产的食物比农民一次性吃得多得多 这些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将多余的穀物存储在大坑和黏土桶仓中 但这些存储的食物吸引了成群的镊齿动物 以及它们的捕食者 Feliz silvestris libica 一种在北非和西南亚发现的野猫 这些野猫是迅捷 凶猛 肉食性的猎人 它们的尺寸和外观与如今的家猫非常相似 主要区别在于远古的野猫更强壮 长有条纹状毛发 并且较少与其他猫和人类接触 孽齿动物出没的粮仓中丰富的猎物 吸引了这些通常独居的动物 随着野猫学会在用餐时间容忍人类和其他猫的存在 我们认为农民同样容忍猫 以换取免费的虫害防治 这种关系是如此互利 以至于猫与新石器时代的农民一起 从安纳托利亚迁移到欧洲和地中海 虫害是七大洋上的主要祸害 它们吃粮食 啃绳索 所以猫早已成为必不可少的航海伙伴 大约在这些安纳托利亚环球猫咪起航的同时 埃及人训养了它们自己的当地猫 家猫因其能够驱散毒蛇 捕鸟和杀死老鼠而受到尊敬 因此它们对于埃及的宗教文化十分重要 它们在壁画 象形文字 雕像甚至墓葬中获得了不朽的生命 与它们的主人一起被制成穆乃伊 埃及船猫在尼罗河上航行 赶走有毒的河舌 在船只变得更大后 它们也开始从一个港口迁移到另一个港口 在罗马帝国时期 往返于印度和埃及之间的船只 搭载着中亚野猫的后裔 数百年后 在中世纪 埃及猫在维京海员的船上航行到波罗的海 近东和北非的野猫 可能在此时已经被驯服了 继续穿越欧洲 最终启航前往澳大利亚和美洲 今天 大多数家猫都具有近东或埃及的利比亚野猫血统 但对现代猫的基因组和皮毛图案的仔细分析告诉我们 比经过数世纪选择性繁殖的狗不同 现代猫在基因上与古代猫非常相似 除了它们更加友好和温顺外 我们几乎没有改变它们的自然行为 换句话说 如今的猫或多或少和以往一样 是野生动物 凶猛的猎手 它们并不将我们视为它们的主人 鉴于我们共同的悠久历史 它们可能并没有错 观看这段关于量子力学最酷的猫的视频 继续探索猫科世界 如果您想继续学习 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